第22到24題是體組 下圖描述假物體以初速每秒25公尺向北運動 假設向北為正方向 是回答22到24題 第22題是問 假物體的加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圖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他給我們的VT圖裡面 這個VT圖是一條直線 表示他做的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我看到他的速度是越來越小 表示速度與加速度為反方向 那麼現在一開始向北為正 所以我們就知道加速度是負值 所以我們看到呢 因為他是個等加速度運動 加速度大小不會變 所以不會是C也不會是G 這個加速度都有改變 同時呢我們知道加速度應該是負值 所以呢 A的選項也是錯的 只有B是對的 做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同時加速度是負值 所以第22題我們說 假物體的加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圖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